大家都知道两段式左转 但是在台南有个路口竟然要七段式转弯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分享了这个路标照片 只见车辆如果想左转要先通过七个弯 才可以顺利的进入向道 而这个景象也让网友们惊呆了 机车骑在路上经过路口时 大部分都要两段式转弯 不过在台南的某条路上 想要左转竟然要先通过七个弯 根据照片上面的指示 车辆必须先往前开一段路 网友绕完一个圈后 穿过车道还要再绕一个圈 最后回到干道才能转进巷子 仔细一数1234567 前前后后一共要七段式转弯 照片被po上网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表示是中国节吗 还以为是贪食蛇 一个左转要用七个右转来交换 对于这样的情形感到不可思议 它是有一个外环道路要转 就是让回去那边对啊 原来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这个路口就在台南市的西港大桥上 由于桥上中间有设分隔岛 需要先拐好几个弯才能左转 不过这张照片意外引发讨论 也让民众感到相当新奇 据由黄富奇台南参谎报导